接下来登场的这组选手来自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 杨永超 唐飞瑶 表演曲目 倾果之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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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杨永超 唐飞尧 这段表演非常的精彩 两个人韵律感极强 而且表演的过程当中默契感十足 抛跳也没有出现太大的失误 其实刚才他们表演自由滑的这个曲目呢 是来自电影《马戏之王》 是将《马戏之王》的三个曲子 进行了一个编排整合 那如果大家仔细听的话 最后一首《这就是我》 应该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因为在平昌冬奥会的表演化过程当中呢 全体的运动员是在冰上呈现了 这段音乐 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今天两个人 在这首歌的表演 还是非常出色的 这个抛跳的落地很稳 面传性的同步度也很高 反身拉索托举 破碗三桌抛跳 它们的这个托举和抛跳 动作都做的 都很轻易 刷完的一个颜色连转 Zither Harp 前内螺旋线 身体的姿态很好 那在2019的花样滑冰式青赛呢 这对组合的短节目是排名了第四 不过由于他们自身的实力 跟这些世界的顶尖高手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自由华拼尽全力也只是拿到了108 然后排在了第四的位置 不过非常值得肯定的是 这两位小将呢是在 这次的比赛当中不断地突破自我 他们俩也是刚刚开始征战成年组 在看一下他们最后的这个得分情况 自由华得分120.51排名第一 总分182.41当前排名第一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